有些客戶表現得好、不合理的 但隨著時間轉變 最後可能他都會慢慢合理的 所以不用那麼生氣 立即說服客戶要立即聽我們說的 我們作為做律師的 作為一盤生意 都是以要幫監律師樓賺多少錢 但這個問題當然是牽涉到 我們作為律師當然不能只懂得賺錢 我們都是Officer of the Court 我就要確保我的律師樓 即是十幾個律師 大家都有足夠的收入 有足夠的現金樓去交租 維持到 另外我們當然也會有做一些 Propo No Service 另外我身邊的人 我遇到的客戶 他真的有困難要幫助的 申請發援是一個方法 但是有些 例如商業案件 他又申請不到法律 又或者各種的原因 是申請不到法律援助 那我也會盡可能去幫他 那個核心 就是除了賺錢之外 為了公平正義去做事 做生意 賺到足夠的錢 錢以外 也都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即是香港的 租金都是很貴的 我去平衡之外 總之我們足夠生存到 我們不介次去做 幫到有需要的人的法律工作 律師覺得自己是不能夠被管理的 管理就看你怎樣理解這個字 如果你很制度化去管理 越大的時候你越多規矩 因為你要有效率地管理 很多人就必須有很多規矩 我們就是中型的律師行 我們又要家庭一些 但是我們又要有規矩 我的理解是越小的 多家庭就越家庭 所以我們就盡量去 在員工的角度去 滿足他們的要求 所以員工要求的東西 我盡量去在他們的角度 就是細數的就去滿足他們 如果大數的就要跟他們 解釋一下 拿一個平衡位 因為其實 僱主和僱員是會有 他們當然想有 更加高的工資的想法 我就要平衡公司和員工 要視乎工作市場 如果工作市場是很好的時侯 你都要跟著那個市場去走 有一個規矩就是 可能一個律師要賺三倍 他的薪金 一份就給公司 一份就用來做overhead 一份就他的薪金 還有 一個律師做的事不要背鑊 要有專業失調 不要虧錢 還有不要令到很多其他同事 是不開心的 因為有些律師很有能力 可能他是脾氣很差 那也是一個問題 如果可以自然流失 就讓他自然流失 其實是看你自己個人的 表演和個人的能力 我發覺那些客戶 你能夠展示給他看你是認識的 你一見他 他基本上都會跟你 簽名結帳 如果不能夠顯示到 你有個能力去處理的 他就先考慮一下 主要是做得好不好 那些東西懂不懂 要準備一下 還有要想一下 怎麼能幫到客戶 多清楚地去報告給客戶 工作是怎樣 他夠膽去分析完的東西 給到一個預判出來 有些客戶表現得好 不合理的 但是隨著時間轉變 最後可能他都會慢慢合理的 所以不用那麼生氣 立即說服客戶 要立即聽我們說的 可以等一等 可能他自己也會轉的 我就視乎看他們自己的興趣 那我也希望有一個 隨時畢業可以進來 可以跟我一起做 現在疫情多數都是在家 在家對著手機 每個電腦都是工作 要安排一個平衡 賺少一點 其實要懂得 不要接不賺錢的生意 接生意又不能接得太便宜的生意 要花很多時間才賺幾千元 但是要幫人 所以幫人都要立即可而止 自己都沒有時間休息又不行 沒有時間陪家人又不行 要一個平衡的 如果你說到未來 我立即刺激到我的思維 現在經常說AI律師 可能真的會跟一些AI競爭 但是我相信就不會 好像那些電腦人說到 說律師都沒有了的一個行業 我不覺得那些法官 是可以用一個AI去做法官 我認為都是 因為我們這一樣東西 是有人性人情 幾百年的案例 是有不同的變化 去做一個判決 很多東西也不只是說贏還是輸 要說一個關係 不是一個方法官計算出來的東西 所以律師是要多樣化的 就是又要做Marketing 又要Technical 又要關電腦 好像我們昨天去做這個 Online的Hearing 如果你連Connect 整部機也有困難 又不行 要多樣化 以及EQ要好 那麼多律師的EQ 出現問題 因為太忙太多事做 又要不錯就行 那就會很容易出現問題 我覺得律師公會非常之好 很大力推動那些律師去做多些運動 有些Social Recreation Sport Community去搞了出來 那就非常之好 我認為不可以長期做得太長時間 因為其實錢賺得最多的是客戶 就不是律師 律師我們只是按時收費 其實賺過勞力錢而已 雖然不是 而且現在慢慢 我們很難說收得足那個按時收費 我們如果是打官司的Tax 出來的 又會Tax down了 減少了 香港做律師 就要多些接觸國內的客戶 就說普通話 我認為香港仍然是有 這個國際的文化背景在這裡 我就嘗試去接觸不同語言的群組 我現在就 新加坡準備開辦公室 英國花基斯坦開辦公室 澳洲我們現在本身有辦公室 就會跟不同語言的人 都會嘗試去探索不同的法律市 做出了 那這題是 很難說 誰是 那些日子 都說要多點 在這裏 出了 就說